好了,看这题,空间中落向量N向量,同时与A向量坐标310,B向量坐标130垂直,且N向量的长度等于4,是求N向量等于多少。 那么以后题目的意思呢,第一件事情,那么题目告诉我们说N向量,那么垂直呢A向量,而且呢N向量会垂直B向量。 那么因此我们就得知,那么N向量就会平行A向量,那么YGB向量,所以接着呢,第二件事情,我们就来计算了A向量,那么YGB向量。 那么所谓的A向量YGB向量,意思也就是说呢,A向量坐标呢是310,那么YGB向量坐标呢是130,那么这两个向量YG,意思也就是说呢,每一个我们来取行列式值。 所以第一个行列式,那么就是1030这个行列式,当作S分量,那么Y分量,那么就是呢0031的这个行列式,那么G分量,那就是3113的这个行列式的值,所以呢就会等于,我们先来看呢第一个行列式,那么0减掉0,所以呢S分量得到0,那么Y分量呢0减0,所以外分量得到0,那么G分量呢9, 减1,所以呢G分量我们得到18,那么接着呢第三件事情,我们刚刚说呢N向量,那么平行的A向量YGB向量,那么因此我们就得知,那么这个N向量,就会平行008的这个向量,那么两个向量的平行,就是乘比例的意思,那么因此呢我们就取N向量, 所以呢就令它等于K倍的,那么008的这个向量,所以题目告诉我们呢,这个N向量的长度,就是取绝对值,那么意思也就是说,右边这向量整个取绝对值,所以就会等于呢K,那么取绝对值,那么接着呢,绝对值008的这个向量, 所以呢N向量的长度,题目给我们是4,那么就等于K,取绝对值,再乘上008的这个向量,那么它的长度,那就是呢8, 所以呢我们就求的K的绝对值,那么就会等于呢8分之4,也就是得到2分之1,那么去掉绝对值之后呢,我们就求的,那么K的值呢,是2分之1, 那么或者,我们求的呢K的值,是等于负的2分之1,所以呢,当第一个K等于2分之1的时候,我们把它带进来,那么因此呢,我们就求的这个N向量, 把2分之1呢,乘进去,那么因此我们就得到呢,是004的这个向量,那么或者呢K,是负2分之1乘进来, 所以呢我们就得到N向量,那么就等于呢,是004的这个向量,那么因此呢,题目要来求呢,N向量, 那经过计算结果N向量,那么等于呢,004的这个向量, 或者是等于呢,004的这个向量,这个就是我们的答案,